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江湖路远 山高水长 普普通通的你我 难免会在这纷繁复杂的江湖中 张黄实错 很多时候 一个人脸上的笑容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的利兆 一个人的谄媚殷勤 常常是为了遮挡他背后的匕首 人字显来只有两笔 但实则太过复杂 人心常常如撩拨不开的迷雾 怎么看也看不清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的六面镜子 越用命越好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哀声叹气 他映出头云惨淡 你对他笑脸常开 他回你阳光灿烂 送你六面镜子 祝你看透人生 墨镜 看淡名利 史记有言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名利散发的光芒 足以遮盖生命原本的色彩 一旦被金钱蒙蔽双眼 终将被世事邪果 永无宁日 俗话说得好 逛煞万千 夜眠仅需三尺 家财万贯 一日仅需三餐 人这一辈子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争名夺利又有什么用 不如戴上一副墨镜 把晃眼的名利隔绝开来 不去想手中的得失 只去看沿途的风景 唯有淡 才是人生最本真的色彩 钱中书的著名小说 《围城》发表以后 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 在国外反响也很大 新闻和文学界 有很多人想见见他 一睹他的风采 都遭他的婉拒 有一位英国女士打电话 说他读了围城 迫切地想见他 钱中书再三婉拒 他仍然执意要见 钱中书幽默地对他说 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必一定要认识 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11月 钱中书八十华蛋的前夕 家中电话不断 亲朋好友 学者名人 机关团体 纷纷要给他诸售 中国社会科学院 要为他开诸售会 学术讨论会 钱中书一概坚词 正是钱老面对名利 淡然处之的态度 使他能够心无旁骛地 专注于自己的学术领域 成为一代大家 我们普通人也应该学习钱老 放下名利这些身外之物 关注心灵上的需求 才能达到人生更高的境界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 军事家范李 就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辅佐岳王勾建一举灭无后 他很冷静地看出勾建 只可供患难 不可供富贵 于是飘然离去 这体现了他卓越的聪明才智 和视功名如粪土的淡泊 范李最传奇的故事是 在他离开越国之后 他乘船从海上飘到了齐国 可他赚钱的本事实在了不得 很快就家藏千金 齐国人一看 呀 好生了得 一打听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范李 于是请他坐相 当了一镇官以后 范李说 居家则置千金 居官则置青相 赐富贵之吉也 久之不相 于是散尽家产 把相印挂在城门上 搬了家 如此这般搬了三次家 最后居于桃 大约在现在山东和河南交界处 可谓交通要地 商业发达 后来范李老了 不再问世 他的儿子们舍不得散去家产 以致越来越富 后世有人以 桃珠一顿并称 以是富贵之吉吉 只是一顿的财富 是靠权势搜刷来的 而范李却是靠本事证来的 范李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完全地放下名利 在淡泊宁静的心态魔力中 人才能心胸豁达宽广 心智才能长存不逆 淡泊宁静给人以抚慰净化 令人潜心来埋头苦干 淡泊宁静以求实 宁静心绪以做事 淡泊宁静神智和思维的清醒保持 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成熟 是成功中的谨慎 是掌声中的清醒 是兴奋中的收敛 是等待中的耐心 显微静 把握细节 道德经有言 天下难事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必作于义 泰山不惧细扰 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身 没有人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路要一步步走 事要一件件做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先从细节着眼 从小事入手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年轻女孩因为加班 深夜才回家 在她搭乘电梯 准备关电梯门上楼时 门外刚好 有两个大叔按了电梯 电梯门打开后 两个大叔看了女孩一眼 有个大叔做事要进去 另一个大叔拉住了她 说等等 因为那位大叔 顾及女孩 顾身一人 怕她害怕 就对女孩说 实在不好意思 她喝醉了 我们身上有很大的酒气 怕熏着你 你先上去吧 女孩听后很意外 心里也很温暖 她摇了摇手说 没关系的 可大叔依旧坚持 让女孩先上去 一个人的人品 就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 在生活中 进出门时 帮人服役吧 和人说话时 语气亲切些 这些细节 都是好人品的体现 人品好的人 凡事都会 多为别人想一步 大礼不辞小节 细节决定成败 量变终将引起质变 把事做戏 自然也就把事做成了 放大镜 放大格局 曾国藩说 谋大事者守重格局 以时为主 以财为辅 意思是 做大事的人 要以格局为主 才华 能力 不过是些锦上添花的东西 格局是人生的上限 说得通俗一点 花盆里长不出残田大树 馅饼再大也大不过锅 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了他能抵达的高度 韩戏年少时 刻苦读书 熟读兵法 心怀定国安邦的伟大抱负 由于父母双亡 家境贫寒 只能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 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人当众羞辱他 你虽然长得高大 喜欢佩戴刀剑 其实是个胆小鬼 又说 有本事的话 你就用你的配剑赐我 如果不敢 就从我胯下爬过去 韩信自知敌不过 为了不吃眼前亏 他当着众多围观人的面 从那个人的胯下爬了过去 后来 韩信受到刘邦的重用 帮助刘邦一统天下 之后又做了楚王 成了楚王的韩信 赵剑那个曾经侮辱自己 让他从胯下爬过的人 封他为中尉 并告诉朱将 当年他侮辱我时 我本可以杀了他 可是我也不会因此扬名 所以忍了下来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人生在世 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一个人越是成功 背后所承受的委屈 就越大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吞下了委屈 伟大的是你的格局 做人 只要有了一定的格局 先见自己 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再见天地 看清天地的广阔 自身的渺小 那也能把小日子 过得顺风顺水 望远镜 打开眼界 孟子有言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意思是 孔子登上东山后 便觉得鲁国变小了 登上泰山后 便觉得天下都变小了 人只有站得更高 才能看得更远 一旦眼界受限 就如同井底之蛙 坐井观天 人生需要一副望远镜 拨开世事的迷雾 才能看清生命的真相 想成大事 就要学会 打开眼界看问题 眼界开阔了 说话做事更有底气 待人接物也更得体 平面镜 认清自己 唐太宗李世民有言 以同为镜 可以正一观 以始为镜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人生需要平面镜 时刻检视自己的得失 孔子这样的圣人 尚且需要 每日三省无身 普通人更要善于自省 才能少在跟头 少走弯路 正如鬼谷子所说 知知实己 自知而后知人也 认识别人不难 认识自己很难 多检讨自己的得失 少挑剔他人的是非 唯有真正了解自己 才能真正看清别人 哈哈静 放开心态 塞缪尔说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是之 他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他 他也笑着看你 心态好的人 眼前是一面哈哈静 所有烦恼都看不真切 所有欢乐都放大到极致 生活本就不易 何苦为难自己 与其羡慕他人的幸福 极度他人的成功 不如放平心态 难得糊涂 心态好的人 一辈子都有福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